你选一个女孩子对着她唱首歌 唱歌 选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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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哦 随便唱两句没关系随便唱两句 你想听什么歌 随便 随便是吗 随便什么意思 有别那么凶啊 其实有点凶啊 虽然好凶啊有一点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相情感节目里的嘉宾忍忍挑选 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难免 哎 哎 对着她看 你看我看 你身边有 距离近一点 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 演出细节 我阿琪为什么不在看你呢 她表现有点不耐发 有点敷衍 敷衍 好不耐烦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不是喜欢的那种状态感觉 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呀 我该变成什么样子 才能延缓延倦 原来当爱放下风背后的这些那些 才是考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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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我就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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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你觉得阿吼阿姐是什么情绪 对女孩吗 太复杂了 她是拒绝她吗 我觉得不算拒绝 不不是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就是 就有点在赌气 在赌气吗 因为她现在跟那个飞儿一起嘛 但那也不是他们决定的换血吗 她想什么呢 我知道了 阿吼阿姐喜欢灰灰 因为第一天的时候他们一起去唱歌 所以她要在灰灰面前都表示对其他男生没有兴趣 三丽如果是你你能做到那么直接吗 我肯定是做不了的 你会搞下气氛吧 就开开玩笑什么 对肯定会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今天自己看到这样的表现的话 其实我自己会很尴尬 所以我是不希望我能让别人尴尬的 就像亚亚她对待恐龙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对的 她不会让所有人都感觉不舒服 但她会单独找恐龙去聊 但她不会在所有人面前就是那种感觉 还是多少需要留一点体面吧 就大家彼此人相处稍微融差一点 这就是太真实的地方 我觉得她不需要这样搞 因为我就会这样子 年轻人的世界每天一个样子 对 她昨天晚上选择的 今天就可能 有一个动作她就会不喜欢 因为他们谁才认识第四天 但你也可能就是一秒钟的一个小情绪 不会因为斗鸡输了吧 也有可能我跟你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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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